各位同學,你好,又是我陳先生。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加拿大的學生簽證,怎樣做驗身。 很多時呢,我都發覺很多家長和同學生, 哎呀死啦,去了加拿大,即是入了紙, 但是加拿大的簽證驗身呢,不知怎樣做喔, 或者又要等他電郵,即是要他們發封信給我們。 那現在大家看到呢,就是一封加拿大領事館發出的電郵。 那當中呢,一般來說你,例如今天這個簽證文件, 那應該大約下一個星期內呢,你就會收到的了。 那裏面會有齊你的名字,去讀書,年月日, 還有一個你的編號的,即是一個檔案編號的。 那通常呢,這篇email呢,就是英文來的, 就好水蛇春那麼長。 那但是呢,記住呢,它上面呢,就會有step by step教你, 但是它又不會寫step那個字在那裡的喔。 那第一步呢,就是說,你要去它一個指定的醫務所, 那就要做驗證。 那那裏會有一條link的,那現在大家到紅色那裏, 就是給你看到了。 那你進去那個網址,那一進去那個網址, 那一進去那個網址,就麻煩了。 很多同學就說,怎樣做呀,即是,又要選東西這樣。 其實呢,就很簡單,你就要選兩樣東西的,就在下面, 選回你所屬的州份,和你所屬的國家, 這樣就ok的啦。 那當然啦,很多同學就說, 咦,我香港人來的喔,為什麼沒有香港呢? 那同學仔真的要注意啦,香港呢,已經回歸了中國, 已經由97年至到現在。 那那扮你是澳門的同學仔都好, 你讀香港和澳門的同學仔,都應該選擇中國,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ok? 那你選了那個州份啦,國家也對啦, 然後就按這個search的字啦。 那之後呢,出來之後呢,同學仔就好害怕了, 咦,是不是入錯呀? 那個panel,啊,doctor,全部都, 一開始start with beijing的,我們在香港喔, 那很多同學仔就馬上cancel了,走出去, 這個不對的,是這一頁啊,沒錯啊, 那你就拉下去,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到最底呢, 拉到最底呢,其實呢,你是會找到香港, 在中國的範圍內有香港這個區的。 那你就會見到,原來,咦,香港原來有三、四間診所, 那你後面呢,也會有診所的英文地址啦, 以及他所說的語言啦, 以及他們的電話。 那之後呢,你的同學仔就說,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打電話,約時間,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打電話,約時間呢? 那你就抄下你自己,呃,即所約的時間啦, 就在那天上去就可以了。 那很多同學仔就說,咦,阿陳先生, 呃,我想去,呃,要幾時上啊,或者有幾時做啊, 這份東西。 那其實呢,是你一開始那封letters, 呃,那封領事館給你那封,呃,驗身信email裡面呢, 其實都有寫了的啦。 就是你收到這封信之後的三十日內, 你就應該要去指令的診所做驗身。 OK? 那你要帶些什麼去啦? 就要第一,你就要印回這封信出來啦。 第二,就是每一個同學仔,或者每一個去做驗身的人呢, 就要戴上你的,呃,護照、證本、四張照片, 還有,如果你有戴眼鏡的,戴上眼鏡去。 如果你有些針卡,或者你之前有一些,呃, X光片啦,或者其他report的,那呢,你都要戴上去。 那當然啦,如果有時醫生,就會說, 如果在過往有一些任何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做過任何手術啊, 或者一個治療的,那他,呃,領事館呢,都會建議你戴上去, 啊,給你到時的醫生那裏看。 那到時呢,去到,呃,你那個,呃,加拿大領事館驗身那裏呢, 他會給你一份,呃,medical form你的,叫IMM1017。 那到時呢,你就將你的照片貼上啊,然後給他做過驗身。 那之後呢,你會有很多同學仔去找啦,就是,走了,呃,就這樣做完了, 那,我們需不需要拿回等份report啊,各樣東西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因為呢,到時所有的驗身呢, 也是會由領事館的指定醫生,就是由你的牽力, 然後呢,就會寄回去給領事館。 那領事館呢,看過如果你沒問題呢,那你下一次所收到的,呃, 就是你的簽證啦,那到時你就可以拿著簽證呢,就直接過境, 也不需要,呃,好像以前那樣,上回加拿大領事館, 現在由於先進了,就不需要的了。那如果有什麽問題呢,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找回我們AUG國際教育集團啦,或者,你本身都是由我們幫你去,呃,申請的話呢, 其實我們都已經是全部幫你做完這個step的,啊,那,呃,有什麽問題, 隨時打回我們啦。